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飞飞老师 那今天这节内容呢,就会带着大家第一时间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简图绘制 如何运用简图去记忆我们的一些学科知识,如何去绘制一些简图 那我们拿出笔跟纸啊,因为今天过程呢,可能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跟着我去动一动啊 对,没事画两笔,一边画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尝试把我今天讲的内容绘制成这个绘图笔记来去尝试一下 OK,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来看一下简图绘制记忆法,到底什么是简图绘制记忆法 顾名思义,简图法就是用简单的图形啊,表达文字的含义 以直应的方式记住我们的信息要点 所有的文字背后都有画面 我们要把这些画面转换出来,把它画出来,然后再进行记忆 然后再进行记忆 那由于图形啊,更容易我们理解,看起来很枯燥乏味的文字 也许只需要一两个简单的图,我们就能把它表达出来 而且这种方法呢,经常会运用到很多的一些学科知识里面 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方面都会运用到 其实我自己实际的经验,就这种方法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图 你没有说是没有图的,为什么很多书里面是文字 是因为它如果单独的画画,它画不了那么多 所以要用文字来去表达 因为图形你一看到它,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看如果把一首诗全部画出来,那它可能每一句都画 但我们写字它占用的空间就没那么多 所以文字是为了更好去表达,节省一些资源 节省,你可以理解就是更省时省力吧 相对来说,但记住 画面才能更有感觉 画面是更有感觉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画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绘制这个简图 我们一般都能运用到哪些地方 首先你要清楚,比如说像我们学科知识里面 比如说画世界地图 其实世界地图很多人问我说怎么去记 其实世界地图你只要把它画出来就能记住 你要学会如何画这个世界地图 如何画这个世界地图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就行 后期大家感兴趣可以单独的再去画 后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单独再去画 比如说先画什么,后画什么 在我上一节课中我专门讲了 画世界地图的时候你记得 你就按照它的线条走就可以了 你按照它的线条 你不要按照它的形 你按照它的形 你的脑海当中有了一个形 你就画不好了 你的脑海当中永远都只是一个线条感 它绘画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我们的地图 对,然后呢,再比如说你看我们运用在这个物理啊 数学啊,化学啊,生物啊等等 其实有很多都是运用这个绘图的方法 其实绘图方法特别是 也特别适用于记医学知识 你看医学,你看所有的实践出来的这些手术 对吧,病理 它其实都是我们临床所看见的东西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去画出来 然后更加形象化的去理解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 我不知道是谁啊 反正也是一个医学生 医学生,他用绘图去记笔记 绘图去记笔记 哇,画得特别好 当然他自己本来也就是有一定的一个绘画的一个能力啊 但我说了,画画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会 所有人都会 画不好的话 那你也不会特别赖 对吧 先去画起来总比不画要强 所以你再比如说你看 我们这个氧化碳还原氧气的一个这个实验 对吧 其实是一样的 你不用画的这么好 但是你通过绘画 你把它去还原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 所以啊 一定要去画啊 大概的逻辑你要清楚 你比如说这画一块 这画一块 它其实就是三个维度 对吧 三个不同的一个板块 你给它画出来 你不用画的那么精细 你画一个大概的东西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更好去进行记忆 所有东西都能记 除了这个以外 再比如说我们的简图 绘画还可以去记我们的古诗词 这个古诗词我会在下一次里面详细的再去给大家去讲讲 我们这一次先去感知怎么样把这种绘图运用到我们的学课当中 画古诗词也有多种方法 我下次说了 我说再带着你们去记 那我接下来 接下来带着你们 我们一起来动笔 我们来动笔 我们画点简图 很多人说老师我不会画画 画不好 没有不会画画的 没有不会画画 会画点 就会画所有的一切 这是很有意思 你有没有发现 就我们万事万物其实都是点组合起来的 你看 有点 知识点 到知识 面 对吧 到知识的立体结构 一个杯子也是有点 到的整个面呢 就看你这个点点的是不是足够多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画星星 对吧 小点点的星星 比如说画一个西瓜 西瓜 对吧 好多好多点点的 好多好多点点的 都可以啊 嗯 再比如说我说画一个太阳 是不是可以 好的 画一个煎饼 画一个煎饼 你可以去试一下 去试一下 来 思考 点可以画什么 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点画出来的 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点画出来的 你可以去感知啊 你可以去感知 画各种的 比如说 长麻子的小脸 嗯 是不是也可以 当然可以啊 长一颗痣 两颗痣 三颗痣 很有意思啊 你都可以去绘画呀 是不是 OK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下线的一个绘画 线也可以 你去思考 哪些是由线组成的 线是什么 就是多点组成的线 由点到线 由线到面 对吧 你看火柴报 花草树木 都可以呀 图丁 对吧 大头尖 你自己去感觉 比如说我画一个手机 画一个手机 对吧 画一个苹果手机 你看 这也是线呢 这是单点的 你都可以去画呀 比如说 我再画一个 嗯 画一个 我自己画一栋楼 对吧 这都是房子 这个大门 对吧 都可以呀 看你自己想画什么 你自己能画什么 都可以 你看像这种东西 它特别简单 对吧 你说这不会画吗 这肯定都会画呀 对吧 柜子 这就是最基本的图 这是线 这是线 线有直线 竖线 斜线 红线都有 还有一些形的练习 这个大家都去画一下 去尝试一下 比如说三角形 你能组成什么东西 你去思考 我们去思考 你现在就可以画 三角形 我们都可以画出哪些 嗯 我第一时间想成的是一个 冰淇淋 三角形的冰淇淋 还有一个什么呢 啊 锥子 这个锥子 啊 一个帽子 一个帽子 对吧 各种这样的烟囱 是不是也可以 你看 你自己去感觉 好 正方形可以画什么 圆形可以画什么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创业 都是我们的创业 所有的一切 都是通通过这些形里面 去演变过来的 比如说一个人 对吧 人也是一样啊 身体也圆的 身体也正方形 慢慢去修行 对吧 你自己去感知它 你自己去感知它 我们以前画一些 简笔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形状 组合起来的 对吧 你看 由三角形 由浅到深 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大家去画一下 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今天给到大家这些形 我们自己都要去练一下 自己都要去练一下 包括我们看一下 由长方形 由浅 入深 我们能够想到哪些东西 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参考 你们自己要去画 你们自己要去画 首先点 我们能够画哪些东西 创业 我们去激活我们的想象空间 各种各样的都可以 好 我们的线 可以画什么样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东西 记住不要动脑子 去感觉 万事万物都是线 触目可及的很多都是线 对吧 然后形 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棱形 等等都可以 然后由这些再进一步的 比如说由三角形 你可以再衍生 由简单的 慢慢到难的 能有哪些 然后呢 比如说长方形 由简单到难的 又有哪些 再比如说 圆形由简单的到难的 又有哪些 对吧 你慢慢往上加 你慢慢 一个三角形 你还能加哪些 比如说 我加了一个这个 你看 这是又变成了一个东西 对吧 我又变成了一个徽章 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你看 你慢慢往上加 一个圆形 你慢慢还可以加 一个圆形 比如说变成了眼镜 对吧 你看我们以前 前面的联想的课程里面 我们专门有过 对吧 好 眼镜可不可以再加一个圆形 再加一个圆形 一个圆脸 是不是可以 圆脸可不可以再加一个圆形 可以 还有太阳 对吧 还可以再什么 有个圆圆的身体 圆圆的 小胳膊 你看一点一点的 是不是出来了 好 圆圆的嘴巴 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好 然后旁边有很多圆圆的花 一点点往上加东西 眼镜里面 眼镜里面有眼睛 对吧 小圆耳朵 然后小红脸蛋 是不是可以 所以你慢慢的往底下 慢慢往底下 你看你能加到多少东西 你看你能加到多少东西 很有意思了 对吧 这几个一会儿是你们自己的嘴 你们要去练一下 你们自己要去练一下 OK 去创造它 去感觉它 然后呢 我接下来讲一下 这个剪图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实操运用到我们的学科当中 我举几个例子 我前面讲过 记忆呢 底层逻辑是把文字转成画面连接记忆 如果这个知识点 你决定用绘图记忆 它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 一样呢 只是把它从联想 把它变成形象的一个绘图 你看我们来看啊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科学内涵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对吧 以人为本 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全面协调可持续 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然后统筹兼顾 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OK 来 你读完证 你读老师 我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讲 用它去了解它 用你去理解它 用记忆法 刻意记忆它 去感觉它 去替换它 所有的文字背后都有画面 都有画面 那你怎么解 你把它转换成图像 你可以找关键词 什么叫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就是 我第一时间出一个画面 比如说 经济社会发展 对吧 第二是以人为本 对吧 全面协调可持续性了 比如说我们找一些关键词啊 找一些关键词 你看 经济发展 以人为本 可持续统筹兼顾 对吧 这是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 经济发展 你可以出什么图 我第一时间讲的 钱 对吧 想的钱 或者人民币都行 人民币都行 然后发展 比如说 一个箭头发展 以人为本 把钱给一个人 把钱给到一个人 然后可持续 可持续的话 我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呢 可持续就是有连接性啊 就可持续 然后统筹兼顾 统筹兼顾 我就想到 你不能光给一个人呢 你得给很多人 给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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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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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 我用这样的一个简图 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你说老师 你画的我看不懂 不用你看得懂 自己能看懂就行啊 自己能看懂就行 你看我画的是他本身 关键词的一个意思 对吧 就我对他的理解 我画的这个意思 然后就理解 哦 推动精神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 你首先得这个 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后呢 你就把钱要给谁呢 你最终还是要给人们 对吧 让人们创造价值 以人为本 对吧 然后你还得可持续发展 人赚到钱以后 你还得持续 向上一个发展 对吧 发展完之后 你不能光一个人 你得统筹兼顾 对吧 你得所有的人都有 你看这样去理解 你看 又有绘图 绘图是帮助我理解 记忆他的 我是把它本意 去绘制出来了 那还有一种方法 你说老师 我不如你理解 我稍微去 给他创造一下 比如科学发展 你可以想象实验室 对吧 科学发展啊 可以想象一个实验室 需要钱啊 就可以去经济发展 和以人为本 对吧 你看 你看实验室 需要钱和人啊 就实验室需要钱和人 但没钱呢 大家只能 吃胡须 就可持续 没办法 大家只能用筒 去筹钱 这实验室需要钱 跟人 没办法 只能吃胡须了 然后只能用 这个筒筹筹钱 你看 他用联想的方法 我们来去记忆他 稍微做了一个处理 稍微做了一个处理 但这里面 有利也有弊 利是什么呢 是把它替换了一下 帮助我们 更容易的去记忆 对吧 弊端是什么呢 你还得理解这个内容 就相当于 多了一个通道 多了一个方式 再去理解它 你看我刚才 直接连那时候 我就是用它 本来的一个含义 转成画面 不纠结 哪一种都可以 你可以试 你可以试啊 没有对与错 你可以试 试的过程当中 你就慢慢发现 哪个适合 哪个不适合 你看 这实验室 对吧 需要钱 对吧 和人 没有拿筒 就得筒筹 你看是不是也能记住 所以精进发展 就是钱 以人为为 得有个人 可持续 你想想 怎么样的一个可 我是用一个链条 代替可持续 对吧 筒筹发展 你可以用一个筒 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一个习惯 把他们去做一个串联 然后还原它 我之所以直接成像 是因为我要理解性的记忆 理解性的记忆 能够更好的让你去还原 能够更好让你去还原 那你看 回过头再感觉一下 OK 第一个钱 经济发展 第二个人 以人为本 然后第三个可持续 对吧 第四个呢 是统筹 对吧 统筹兼顾 你说那老师 那这关键词记住 这些内容记不住 记住 关键词是转换这一句话的 所以你要通过关键词 把这一句话理解出来 统筹兼顾 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对吧 你就可以想象 统筹兼顾 把这个筒放在这个科学里面 它是最根本的 对吧 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就装不了 所以它是根本 根本 对吧 可持续发展 是基本要求 对吧 科学发展 你看 基本上都是科学发展 这本来就说的是科学发展 统筹兼顾 是科学发展的什么 根本方法 这个可持续 是科学发展的 基本要求 一个是基本要求 一个是根本方法 一个是核心立场 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要义 经济发展是第一要义 对吧 你可以再去连接呀 你看 这几个中间 这几个字 是不是咱就可以 不用去记了 是不是可以 所以你要去观察 有一些文字 可以不用记的 你看经济发展 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你看 第一个最重要的 我们说得有点钱吧 对吧 得有点钱吧 对吧 这是第一位的 你可以画一个一 然后呢 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 核心得有一个人 一个心里面 放一个人 对吧 人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是什么呢 我对你就一个要求 要得有个链条 可持续发展 对吧 基本的 对吧 基本要求 你就可以想上一个基本 你可以想上一个 写个本子也行 然后扎根 扎根 扎根 根本的方法是统筹 你看这不就出来了 对吧 你把这几个 也可以生成一个画面 跟它就可以做一个连接了 就可以做一个连接了 记住 就是你当你记了关键词 还原完之后 你发现你还原不过去 证明那个地方 你又没有连接 你把它单独再做一个连接 永远记得 永远记得 记不住一定是出现了问题 问题不可怕 可怕的是 持续的在问题里面有情绪 你去调动起来 会用你的大脑去解决你的问题 而不是说只在情绪里面 不是只在情绪里面 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联想绘图 记忆 宫殿都可以 关键是你要调动起来 我们每学一种方法 不是说这种方法 一定要记这个内容 它可以用多种 就跟一条路 可以用火车 飞机 轮船 当然那是远途 近途的话 短途 我们就一般就记车 再短一点的话 比如说哪个自动车 其实都可以 对吧 摩托车 或者是我们的电瓶车 或者是这个走路 对吧 看你的需求 不仅是这个 我们名字解释 包括我们基因语单词也可以 包括我们基因语单词 比如说 我们经常 我们在飞机单词里面 我们就有很多 我们单词也是文字 文字就是画面 那画面是什么 我们来观察一个单词 H I 可以想象 R呢 是V 对吧 Havis 这个单词 收货 对吧 收割 那你看 为什么是背心 这是我们的数字 那我们可以想象 二哈 二哈叼着草 叼着草 穿着背心 在收割这个粮食 穿着背心 在收割粮食 你看我们是不是 第一时间记住了 我们是不是 第一时间记住了 所以它没有那么复杂 它没有那么复杂 它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每一个人 都能去记忆下来 每一个人都能去记忆下来 它其实就是把它转换成 画面连接进行记忆 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底层逻辑相通的 再比如说我们记一些名词解释 医学的建造师所有的一些的知识 包括消防 我再一次说一下 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方法记 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一些方法记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基因突变 是指基因 是指基因组 DNA 分子发生的 突然的 可遗传的 变异现象 其实你发现很多的名词解释 只是用通俗的一个文字 来去表达 想要给大众传递的一个内容 对吧 其实就是你基因变异了 人类为什么会 从这个原始生产到 这人变异了吗 对吧 基因一下突变了吗 就是你为什么会改变 为什么会学记忆法 你可以想到你的思想变异了 突然间有一点意识到 哇塞 我得改变 我得学记忆法 它其实是一样的 你用一些很有意思的方式 一转就行了 它其实就是心念一转 心念一转就是基因突变了 基因突变是一个身体里面的 我们的一个结构 思想也可以突变的 对吧 所以那我们怎么记得 你看 它也有关键词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关键词 转换一下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DNA嘛 对吧 发生突然的可遗传性的一个变化 突然变化了 什么叫做突变 就是它本来的一个 突然间发生的变化 原来一直走这条路 你今天咋不一样 太阳怎么从南边出来了呢 突变了 对吧 这很容易理解记忆的 但如果你非得去画的话 你比如画一个基因链条 它发生变化 然后它就形成别的样子 那你可以理解 DNA分子突变 你可以讲基因突变 导致 兔子就突然变成了一只船 你看这是不是基因突变 兔子变成船了 你看 这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你用你能理解的绘图的方法 把它转换过来 记忆下来就特别的容易 所以我说了 简图记忆 其实实际上什么呢 首先第一 你别究竟你画的好看和不好看 你永远记忆 它就是辅助你记忆的 因为动手是可以增强大脑记忆的 好记忆不如烂笔头 不是让你多写 而是让你运用动笔的过程当中 让你更好理解 咱不是抄 知道吧 那样抄一百遍都不一定有意义 因为你没有在那个里面去感知它 你只是手在抄 你的脑子根本就没有动 你的心也没有动 所以呢 你在绘画过程当中 你在思考 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怎么去弃义它 你对它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 所以我说一下 绘图 绘制剪图的记忆的核心是什么 第一一定要感化 第二 你其实就是把它文字转换成画面状 你用绘图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至于说你理解性的绘图 还是把它转换绘图 自己在运用的过程当中 自己再去尝试 还是那句话 文思修 简单听话招作 今天有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 运用绘图记忆的方法 去记一下陶渊明的一些作品 桃花元记啊 包括 归区来词 移居等等 这里面你找一篇就可以啊 不用画所有的 你找一篇绘制就可以 然后以及 下面的名字解释 下面的名字解释 以及我们的简图训练 简图训练 今天内容稍微多了一丢丢 如果你觉得特别特别多的话 至少完成其中一个 但是我建议 如果说你时间 OK的情况下 最好把所有的作业都完成 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的话 至少要完成其中一项 至少要完成其中一项 对于你而言 你能不能完成所有的 你完成一个也好 完成所有的也好 我都觉得已经非常棒了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清楚 不要偷懒 不要偷懒 我们一定要精进 精进才能让我们进步 好了 小伙伴们去画吧 画的过程当中 记得去观察我们的感受 一定记得 我们的大脑能控制我们的大脑 不怕念起就怕绝食 我们一定要去感知 我们在绘画过程当中 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能够找到 这些细微的问题 细微的感觉 这样我们在打卡的时候 就可以描述出来 我们的老师就可以第一时间 给大家建议 给大家一些完善修正的一些方式 也欢迎大家一起在群里面 去讨论去交流 这个内容应该怎么绘制 有什么样的一个全新的心得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继续 我们的脑力训练吧